不過當初導演選她的時候 她對自個兒還有點不滿意 嫌自己這個下巴太方了 不好看 她就去幹了一件 當時特別驚世害俗的一件事 幹啥去了 整容去了 就把這下巴拉長了點 那個時候1983年去整容去 你別說咱老百姓覺得不得了 在當時那演員裡頭 都是非常新奇的事 當然她整完了以後 下巴可微微有點尖 臉盤還很飽滿 尤其歐陽奮強當時眼神清澈 就有那個純真勁 怎麼看怎麼招人疼 好多觀眾就說 歐陽奮強這版的賈寶玉 特別符合人們看原著的時候 對這個賈寶玉的想像 郝妹妹 你千萬讓我自己遭吧 我有心欺負你啊 趕名我叫在那個池子裡 憋 憋個大王吧 等你做了一品夫人 病老歸西的時候 我往你墳上 拖一輩子背去 瞧你啥的那樣還胡說 呸 原來是瞄而不肖 是個淫樣 辣槍頭 除了長相啊 性格啊 咱們再對比一下他們這個家世背景 先說賈寶玉吧 先說賈寶玉吧 來自金陵四大家族賈家 賈不賈 白羽為堂金做馬呀 賈家有寧國公榮國公 這個公啊 那是人家的這個爵位 在古代誰家能有爵位那可了不得 你看看誰有爵位 基本都是皇秦國戚 或者立過特別軍功的人 這皇上才能封賞你 給你個爵位 然後這份榮譽呢 你可以傳給你的兒子 兒子再傳給孫子 一輩一輩繼承下來 不過爵位和爵位還不一樣 他分為五等 這個公是裡邊最高的 往下就是侯伯子男 侯伯子男嘛 咱們這麼一看大概就明白了 這個爵位象徵著身份地位 是吧 賈寶義他們家的寧國公榮國公 那地位就確實了不得 不知大人的內胸現居何值啊 就是當年榮國公的孫輩啊 寧國公賈眼 榮國公賈元 恩賜永遠春季賞 共兩份 竟折銀一千兩 咱們家既使用一萬兩銀子來 既供祖宗 到底不如這個 又體面又詹恩賜福的 是啊 到底是黃恩浩大 想得周到啊 哈哈哈哈哈哈 曹雪芹呢 雖然說沒有賈寶玉家 那麼有錢有勢 但是他祖上在江寧 那絕對是貨真價實的名門望族 曹雪芹的曾祖父 就是太爺爺 是江寧之道 那是CEO 就相當於這個角色 曾祖母就是太奶奶呗 那是康熙皇帝的乳娘 那可了得 他的爺爺曹寅 那更了不得了 跟康熙皇上那是半讀 而且和御前侍卫 你看這倆角色啊 那就是從小穿開當褲 一起長大的 那有這層關係 康熙登基之後 對曹家那得是格外關照 發小啊 這個江寧之道 那可是個大肥差 上頭有人罩著 曹家這個生意就越做越大 等傳到了曹雪芹他爸爸 曹榮手裡的時候呢 那就完了 開始走下坡路了 為啥呀 這個曹榮呢 你想啊 從小蜜罐裡頭炮大的 一 他沒有勤懇奮鬥的這個素質 二呢 他也沒有鑽研經營那個頭腦 他是吃和玩樂倒是樣樣精通 是這麼個主 生意他也不上心 江寧之道局這個內部問題 也越來越多 甚至連進貢給皇宮那個衣服 都有褪色的殘刺品 那還了得 這個時候在位的皇帝 已經就不是康熙了 雍正皇帝剛登基 時間不長 當時呢 國庫虧空的問題也很嚴重 所以他就留意到了 曹家 雍正就讓人下去給我查 這家可給這曹榮嚇壞了 心裡琢磨琢磨 怎麼巴結這個 討好一下皇帝呀 你就別查呀 就趕緊到處地去收集珍寶 想呢 進宮給皇帝送點禮去 但是一些有心人 就前往雍正那兒 上耳朵裡頭就傳小話 說你看呢 你看他家現在都開始轉移財產了 那指定有事兒 這才得了 那咱們的 雍正六年 曹家就被抄架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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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